很多人说指挥是一个乐团的灵魂 但我觉得自己更像是一座桥梁 我要把所有学到的音乐知识 音乐理念和新疆民族音乐的演奏 融合在一起 我是新疆艺术剧院民族乐团常任指挥 沃尔巴纳一名 我在乌兹贝克斯坦国立音乐学院学的是歌剧交响乐指挥 学了六年 回来以后我发现我们的好多乐团的指挥 常任指挥包括总监都是女的 我觉得做一件事做好的话 她不会分男女 女人在这方面更细腻吧 比如说处理一个作品方面 把她内心的那种很细腻的一方面 可能表达得更好 更美 所以我想女指挥是一个战场上的花木兰 作曲家给我们谱子以后 很多时候我会先跟作曲家沟通 了解她要的是什么 我跟演奏家们沟通 怎么样可以把这个曲子处理得更好 更感人 只把正能量的作品献给大家 我们在台上就五分钟的音乐 我们可能在台下可能要排练五个月一年 这样的话上台以后大家觉得 哇这个作品确实好 确实能感人 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磨练人耐心的一个过程 所以无数次的排练才能最终成为一场完整的音乐会 我很难忘的就是我的第一次上台 因为当时在台上有七十多个演奏家 然后台下有那么多的观众 当时就是倒计时开始我要上台的时候 我就突然特别紧张 我就想万一我只会错了怎么办 我就发抖 我就抓老师的时候 老师我不上台了 我太紧张了 然后老师就说 只会只有成功 没有失败 每一次音乐会你只能成功 往前走 没有退后的步 我就当时想 我一定要撑住气 但是那次音乐会也是非常成功的 到现在为止 我上台之前都会想到我的老师的这句话 我从2009年毕业前夕 新疆艺术剧院民族乐团给我发聘琴函时 我毫不犹豫地决定回来 因为我的音乐天赋与灵感都来自于我的家乡 刚到这个团的时候 我们团是一个刚建立的一个新团 谱子方面呀 新作品方面都很缺乏 那我来了以后 我联系了很多的就是作曲家 跟他们沟通 说我们乐团是一个新乐团 能不能给我们写一些作品呀 或者是外国的比较经典的作品 能不能医治到我们乐团来演奏 在这个十几年当中 慢慢慢慢地 我们的乐团的作品也多了 然后慢慢地演奏家们的水平 也越来越起来了 现在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全国有影响力的一个乐团 好日子这个曲子大家都比较熟悉 我们新疆民族乐团的版本也是特别特殊的 用爱杰克还有二虎琵琶 还有这个索纳这些乐器来演奏这个好日子 没想到效果是非常好的 那我最享受的过程就是台上的那一个半小时 我什么都不想 我只会像我的音乐 什么杂念什么都没有 我会全心全意的 我排练了三个月 我排练了半年 就是为了这一秒 那个时候我会感觉到 我是一个指挥 享受就是最美好的这个时段 我们新疆民族乐团常去其他省市演出 台下观众非常的热情 非常的尊重我们 我们在观众眼神里面看到那种希望 那种喜欢 特别兴奋 我希望就是将来我们的乐团创作更多的作品 更就是好的作品带给观众和新疆的艺术家们一起走进 维也纳的金色大厅举办音乐会 让更多的人了解新疆音乐的魅力 向全世界展示新疆人的分才 感谢观众